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0月31号周一 美股上面开盘 美东纽约线是早上的9点11分 感谢大家来到Flystrate第一证券 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 线上公开课美股旗船长分车 也是我们有期间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名字是没有 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如大学的机关看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没有到周一全周的一个交易展望啊 简单的过一下流程 用到以下的工具平台 这边我们先看一下整体市场的 目前的一个情况 上周还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市场表现 我们说过日线级别啊 其实是打开了更大的一个空间 这里有几个点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3700这里的站上啊 突破然后回踩并拉回 然后呢并没有出现日线级别的超买 这里呢其实就看到了一定技术形态上的强势了 对吧 因为我们看到3700之前一直过不去 然后最终是下来啊 过不去或者起不完 最终下来 然后经过一个洗盘 动作拉起来的一个V型反转的位置啊 那站上3700并不再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强势 同时呢站稳3800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强势 对吧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这边红蓝线 也就是快慢均线的一个交叉 也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技术强势 这个交叉呢出现在四个交易日前啊 10月25号啊有过这样的一个交叉 那我们看到接下来都是采军线采军线 然后往更高位置走 蓝线红线啊都采过 然后现在是奔着三方叉的上沿 也是4000啊 那我觉得这一波有望来到3900 我们看到已经碰了一下啊 有望来到4000 甚至4000出头 我觉得都有希望啊 那就是这一波日线级别 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行情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位置呢不太好去做空 任何的回踩的话呢 还是做多的一个机会啊 虽然我们看到四小时不断的出现什么 超买 那四小时出现超买超买超买 都会有回踩 都会有回踩啊 但这个回踩我们一直强调的 依然还是健康的回踩 依然还是不断的by dip的这样的一个回踩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上行的四小时的通道 那我们看到现在四小时又接近超买 甚至有点顶背离 有点顶背离 所以我觉得这里可能不排除还会有回踩 然后再往更高的位置蹦 那这里可能还来来回回会有一定的拉扯啊 但是最终我觉得市场这里会有一个大爆发 那这个爆发完了之后 可能就是一轮下跌的周期的开启 目前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周期还在高位纠缠着 不想下来啊 那本周有非常重要的事件也可能会完全的逆转 刚刚我们所说的一切啊 形成一个下降趋势或下降通道 或恢复之前的下降的大通道 那本周有非常至关重要的加息 那预期的话呢 美联储会在11月2号的周三 两点钟宣布加息75基点 那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海上订阅大家都知道的 另外就是接下来12月份 12月14号 这个加息的概率是如何的了啊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加息的概率 对我这样这个目前是没数据还怎么看 这个发行一下啊 好像今天是有点卡了 那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啊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加息百分之七 加息75基点的概率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没麻痹 大家都知道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啊 全世界都知道了 是吧啊 那下一次加息50基呢 概率目前是稍微大一点 但也是处于在一个5050的一个状态啊 可能随时会改变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再去 啊落实的一点 我看能不能打开多一点啊 因为之前我有好几个这样的网站 嗯 是这个 那一个是investing.com CME Group 这个好像今天是不是打不开啊 打开了 是不是看的人特别多啊 今天早上啊 都都奔着加息去看了 还是他改版的 我感觉他改版了啊 改版了 不来了 OK不用看到 OK这个也可以看啊 这个我们看到加息 11月12号加息75基点的是 百分之90的概率啊 然后12月4号差不多5050 是吧 加息75或加息50 依然还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的 上周的话加息50的概率稍微大一点点 目前来看加息50概率还是稍微大一点点啊 一点点 然后23年2月份加息25基点的概率大一点啊 但也取决于12月份加息 对吧 也取决于12月啊 11月12月和1月份的数据啊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这个11月2号肯定是定下来了 但12月14号 还有21号 这些可能都还有很大的变数啊 甚至到我们看到 明年 这个利率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偏差 是否年底会有利率的下降 目前 从investing.com这里来看 似乎看不太出来 对吧 我们要看这个favorite future 这里可能我觉得更加的精准一些 investing.com的数据 我不知道是结合什么东西来的 对吧 但是我们看这个firewatch2 也就是CME group的这个是最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大概率加息25 大概率加息50个基点的下一次会议 然后呢 2月份会加息25几点 然后最终这个利率最高就会在2月份 明年2月份达到 也就是475到500 啊 就是75 50 25对吧 然后完成一个利率的递减 然后到最后的话呢 到23年的年底 也就是11月份啊 可能会有利率的下调 是吧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 那这个目前大的方向还是没有变的 可能会有些小的细微的调整 可能差个个把月 差个一两次会议 或者说差个25几点 50个几点的调整 由于数据上的原因啊 那今天是周一 早上有一个PMI 那这个PMI重要性不大 另外就是周五的飞龙 每个月月初飞龙 那肯定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我们看这周 除了这个加息 鲍威尔两点半讲话 还有就是周五的job data 英国银行也会有ray high 这个基本上 跟欧洲的欧元区的数据 也是相符的 然后还有大量的财报啊 我们上周科技股的财报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我觉得 这个大苹果的带动啊 那我们也说的很明确了 苹果我们是不看空的 苹果我觉得低点已经出来了 甚至可能早就出来了啊 微软220这个也是低点啊 其他的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尤其是像Amazon 特斯拉这种可能估值 一样是比较高的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 然后像Meta 原来的Facebook 可能也会有些麻烦 然后一些半导体的股票 可能目前也没有完全说 走出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趋势啊 但我们看到这边 大市值公司里面的生化制药类的公司 消费类的公司啊 属于大消费类的吧 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软件 包括还有银行啊 互联网软件公司 银行也都慢慢在走向啊 这是我们看到最近 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吧 今天盘前啊 稍微回落一点点啊 因为今天A股这边表现也不太好 亚洲市场表现也偏疲软一些 然后欧洲这边 好像俄罗斯这边也有些事件啊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月 还有这一周 市场的表现都还是很不错的 都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由传统价值领头 然后科技也不示弱的情况下啊 当然communication service里面的Facebook 还有谷歌 这些可能权重拖累会比较大一点 现在我们看整个交易品种来看的话 纳斯达克依然是最薄弱的 所以这里就引申出来一个trade 这些我们说的 还是要去 看空 反向做空啊 这个高高估值的 SARK 包括Tescue 这两个是我们先说过 反向指数里面 比较感兴趣的 包括还有半导体啊 如果大家觉得半导体 这个周期还没到的话 SOXX 这个当然 我觉得它的爆发性跟成长性很强 所以这个不好轻易去 做空 或不好轻易去接这个SOSX的飞刀 但是SARK 跟Tescue 这两个我们是说过 中低吸纳的 而且很早的时候 还在相对低位的时候啊 其实就有过好几波的行情 现在也上来了 当然接下来还会有机会 继续的向上冲 也就是估值 还会可能再往下走啊 那整体估值的话 我们今天说过 如果是标普520的PE ratio 那这个是完全高出于 中值跟平均值的 那如果说杀股值 或这轮熊市 那就是要杀到平均值 是吧 至少要杀到中线的位置 我觉得至少的啊 像00年的科技泡沫 杀到20以下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 08年的金融危机 07-08年的金融危机 也是杀到15 然后最后杀停了 杀停了 在09年 10年的时候 杀到低位 起来了 那基本上熊市 我们看到近 近近近近十来 20年的这个熊市啊 都是往这个地方去杀的啊 不在15就是16啊 差不多这个位置啊 刚好也是 中值跟均值的位置啊 那我觉得不到这个位置 可能不痛快 那如果按百分比来算的话 这里还可以再杀个 百分之10 15都可以啊 所以如果大盘反弹到4000点 再往下跌个几百点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啊 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按照4000点是20的PE值来算的话 这里还可以再跌个四五百点啊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标普500最终的大底啊 当然这个是很久很久 以前说过的 当然这也是需要很长时间去印证的 最终的这个大底 有可能要啊 等到明年了啊 加息的周期结束 通胀的周期结束 然后经济的衰退的周期结束 然后可能才会提前出现市场的一个 做底啊 或者走出来的一个过程 那我相信市场的底部 会远远比经济周期的底部要早 至少三个月甚至六个月啊 所以呢通过市场的表现 其实就可以预判经济的情况了 因为市场总是走在前面 另外啊 本周的财报的话 周一的盘前 就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提的 周一的盘后有一个NXPI 也是半导体啊 那是小龙头吧 Goodyear 也是跟汽车类相关的 我觉得Goodyear受汽车销售影响 是会比较差 周二盘前 辉瑞跟BP 大家可能比较喜欢 Marathon Oil Philips 66 这些可能大家都 在势头上的一些股价吧 周二盘后有AMD 这个绝对又是 所有人关注的一个对象啊 包括Airbnb啊 周三CBX 还有Ruku Cocon Marathon Oil 这个怎么有两个Marathon Oil啊 然后还有Robinhood Axi 这些可能也都会有东西关注的啊 比较动能比较强的股票 然后周四的话 也是有大量的重头戏 成长科技类的股票 互联网啊 这种成长性估值上有问题的股票 是吧 当然也有一些大消费类的股票 然后周五的话呢 Fable TV 跟DraftKin 这些可能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 那我们会随着时间推移啊 一天一天的去讲 一些财报的一些期权的setup 或者说个别的一些财报的 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的机会啊 那先讲一讲周一盘后的NXPI NXPI还是在一个 一个下降趋势当中啊 那这个下降趋势是一个头肩顶形态 呃折线出来的一个目标 基本上已经到达啊 这边可以看到240 这边可能190吧 对折下来50块钱 130差不多就到了啊 差不多吧啊 我们差个十两二十块钱 那刚好这里也是平台的一个支撑 那我觉得是跌到位了啊 跌到位了 但是能不能起来 这个还需要大环境啊 但我觉得这个低点啊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参考132 如果这个低点不破的话 如果在财报之后有回来的机会 可以介入回来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个做底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需要一个做一个圆户底 然后最终可能慢慢再起来 有一步行情啊 那我们看到不少半导体股票 尤其是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AMD 这些其实也我感觉也跌到位了啊 价格上来说 我们之前说过跌60块钱是差不多了 是吧啊之前我们说过60块钱 可能我会考虑啊介入AMD 那我觉得价格上来说AMD确实是跌到位了 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 不排除可能还会有向下的回踩 那英伟达我们之前说过 可能要往这个6080这里去跌啊 因为这里其实这个支撑是有的 但这个支撑我们看到很轻易的就破掉 当然现在拉回来 然后从估值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英伟达的估值 他的体量可能会更大点成长性没有说AMD这么高 所以他其实还可能对吧船头 船大船头大难掉头啊可能还会再往下探一探 我觉得这边如果要抄底的话 AMD我会更喜欢一点啊 呃当然这个NXPI也可以借助这次财报看看有没有不破132的机会 去迪拜啊那这是关于今天盘后的明天盘前收摆这个我就不太看好了 Uber我觉得也比较比较偏受这个通胀影响啊 辉瑞制药呃BP里来 里来跟辉瑞制药比较大的药厂 还有比较大的生化制药 还有比较大的能源公司 Marathon跟BP还有Phillips 66 这些我都看好 但我就没有必要去追 如果大跌的话可以去减啊 如果有跌超出5%啊或是超出他们这个预期值的啊 可以查一下他这个预期值是多少财报的预期值是多少 看他期权的波动率就知道了啊 看他期权的波动价价价格就知道了啊 那如果有跌大跌的机会 那我觉得像BP啊 这种高分红的是可以介入的啊 如果喜欢吃分红的话 其他的话我觉得都是见机形式啊 见机形式不建议在财报前进行布局个股啊 当然期权的话呢 大家可以自己根据情况去进行选择啊 那这是本周关于个别股票的财报的一个 简单周一周二盘前的一个点评 然后到后面的话呢 周二盘后啊 以及以后的周三周四 我们明天再讲啊 明天还有时间 那周一的事件在这里啊 然后我们看周二的事件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多 重要的大的事件 都是个股的事件啊 那这里也有9月份的交车数据啊 10月份过了9月份的交车数据 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三傻 那估计会有点麻烦啊 因为毕竟受到 特斯拉还有比亚迪这些大玩家的挤压 卷价格战是吧 看谁先被卷死 那我觉得一些没有资本支厂支持的 一些美这个中国现在一些设计车 然后代工的啊 做设计然后代工的这些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 那什么seeker啊 什么领跑可能还行吧 领跑在香港刚上市啊 然后还有什么一些 也是可能比较小一点的牌子吧 几乎还是什么啊 反正是中国做一些设计车做的还不错的 呃做中高端市场 可能电动车起步价卖个二三十万人民币的啊 但也算便宜了啊 但是这个也是走中高端市场 但这些好像可能我觉得是肯定卷不过这些大厂 最终还是会有很多车企 支撑不了啊 而倒下啊 可能回去 可能甚至比房地产这个要来的更快一点 对吧 房地产这已经在发生了啊 因为我们看到周三 呃波音有一个key investor day conference啊 小股票这个我们就讲了 大的股票我们点一点啊 还有周二有这个mstr的事件 周三波音 周三八月二两点半出场 对吧 那个男人又来了啊 然后周四的话呢 就是amd了啊 比较重要是amd了啊 还有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有一个十点钟 有个holiday sale的一个forecast 这个可能对大销售还是有有影响 但是整个通胀情况下销售就是很麻烦啊 然后呢周五的盘前有零售数据啊 在中期选举之前的零售这个不好意思 就业数据啊 那这个就业数据 是非常重要的有政治意义的 那可能不会太差啊 而且这个预期我看了一下 这预期是多少来的 这个预期又是200多啊 预期又是200多 大家也知道啊 春春天的时候开始会有些新的工作 然后呢夏天是工作的旺季啊 然后呢像九月份十月份 这些工作可能会慢慢的淡下来 但是呢九月份进入到秋天 依然还是会有很多工程 嗯包括进入到十月份 这个工作的机会可能会下降 但是依然还是会有大量的工作产生啊 就业岗位产生 所以我觉得就业市场 嗯 可能要到冬天比较冷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 包括其实美国经济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20多万的就业数据的预期 应该是不断的会被超出的 而且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 所有的预期被超出的前提下 后面还会再上调啊 所以美国整个就业市场是非常强劲的 那我觉得这个势头有没有任何理由 相信他会回落下来 所以美国就业数字好的话 是否会对接下来加息有更大的确认度啊 也会对美元有一定的帮助 那如果美元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边又是对所有资产价格会有负面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边很有可能的剧本 是周一周二是吧 大家看戏 然后周三呢 等鲍威尔讲话啊 那周三可能两点钟两点半 市场不排除可能会向上秃突 是吧 然后秃突上去之后呢 大概周四周五怎么样 周五说不定可能又被砸下来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周五涨一天啊 周三到周四周五涨三天都有可能啊 但我觉得无论是涨涨涨 还是说先涨后跌 还是先跌后涨啊 感觉最后的这个结果都是疯狂之后 可能就是一片狼藉 遍地红包皮啊 然后最后可能会跌下来 往更深的位置去跌 我就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策略就非常简单了 是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SLK55块钱这里接一接啊 没有机会的话 暂时先等于的 不急 最后还有周三周五 还有周一周二 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啊 那今天开盘这个天然气又起来了 反正俄罗斯这个在搞事情啊 包括这个可能先把英国也卷进去了啊 啊 农产品起来 美元今天反弹 所有很多东西也跟下去跌了 但是美元对其他品种的影响 我们看到是越来越弱了啊 所以我也觉得美元这边可能还会有更低的预期 但是我们之前说过美元可能再往下走 也可能就走到108 差不多就是结束了啊 所以美元往下走 然后包括这个时间国家利率 也走不了太多 这可能低也可能跌不跌不了太多了 对吧 再往3.9测试一下 等多到3.8啊 那这里还是对高估 还是对估值有影响 还是对资产价格有不没影响 所以依然我觉得虽然短期 这个市场是健康的 任何的回调感觉都会往上冲 但是往上冲的最终结果 可能还是会往更低的位置走 所以这是本周的一些点评 IPO的话 上周英跳的这个IPO还不错啊 所以带动了英跳的IPO 带动英跳的价格 Mobileye啊 带动了英跳的价格 当然Mobileye这个不好去追啊 本周有些IPO 但没什么特别重要的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啊 财报大家自己去看 还有郭英的Investite 刚才讲过比较重要 FOMC很重要 然后Holiday Shopping 比如我刚才讲过了 Corp event Biron这周讲到了Visa啊 觉得Visa之前受到欧洲的一些 监管的影响 那是有非常强的现金领 有没有任何的Net Debt啊 而且强劲的这种销售 Compound Rating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 Biron推荐的股票 基本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吧 主要是看这个估值 会不会符合你的这个要求啊 我们看到Visa跌下来之后 也很快的被拉起来 当然这个Biron讲完之后 今天好像又涨了一点点吧 然后呢 从一个大的形态上来说 这个其实是有点像头肩顶 但是并没有破位的 啊 我觉得从估值上来做Visa 我可能不太喜欢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类的股票 在消费跟大大消费环境相关的啊 信用卡公司嘛 啊 然后呢 通胀的情况下 这个未来的成长性还是会有些麻烦 当然如果有时候像这种大跌的机会啊 跌很多很多 啊 这对我们看到从250跌到180 其实也还可以啊 这回调也接近三四十个不赛回调了 啊 长线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上车机会 是吧 但是我觉得 这估值依然是偏高啊 我还是希望能够等到更低的日子啊 啊 然后大概这周就是先讲那么多啊 这边我想讲的应该都讲完了 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然后明天的话我们再做一些 财报期权的一些讲解分享啊 情绪上来说 现在目前市场情绪 CNN Group CNN啊 Bangry Index 已经来到了 这个比较积极乐观的位置 实际市场可能会缺乏动能 但是从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AI来看的话 也还是有些空间的 呃 另外我们看到季节性强势规律还在啊 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大概提到的 呃 看看大盘 最坏能跌到多少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点位这边我们就不参考 因为纳斯达克毕竟还是科技权重比较多啊 我们讲标普500啊 标普500它是比较具有这个代表性的 因为它是比较综合的一个指数啊 不像道指可能就30只股票偏传统价值偏多 然后科技股票纳斯达克纳斯达克 综合指数都是科技股成长股偏多啊 那可能贝塔值会更高 有些失真 当然也是代表整理市场的一个风险情况 但最能综合代表市场体量的是 目前是标普500 这个是绝对的啊 你看标 标普500这里其实也是一个 头肩顶的这么一个setup 对吧 那4800 对应仅限是在 4200 然后呢跌到3600 完美 啊 没毛病啊 基本上3600就是这一波的低点啊 是坐实了啊 先是这里 弹上来 然后再下去洗下来再拉回来啊 那我觉得这里有望再测试一下 这边4000到4200这个位置 有望是去测试一下啊 但我的预期是最终还是会失守 呃在这个下降趋势线这里啊 失败 是吧 可能会失败于此 然后再往下走 然后再往下走 那我预计像之前我们说的可能就是到3300 3400这个位置啊 极限的话可能到3300到3000之间吧啊 当然这个我觉得很肯定是需要一定的事件性去影响啊 比方说这个川普又来了啊 还是中美关系怎么样 还是台湾局势更加紧张 或者说欧洲能源危机 包括还有这个俄罗斯乌克兰这边对吧 是我有搞一些事情啊 IIPR 这支其实是有分红的 那分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这个分红我们看一年下来只能拿个六块钱吧 七块钱不到啊 七块钱那这一年下来百分之我看这有百分之五的分红啊不错对吧 如果按照现在价格来算的话 那这个分红是不错的对吧啊 那我如果说如果是低位拿的话 依然能拿到这么高的分红 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价格啊 可能需要好长的一个时间 最终才能起来 如果要选腾讯还是阿里巴巴 那肯定还是选腾讯的啊 当然阿里巴巴这目前这个六十块钱 那个价格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所以当年IPO的时候我还记得IPO的时候 当时我是没有抢到的啊 所以当时六十块钱的价格 我是记了好久好久啊 一直都没有能够追上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IPO 当时是直接冲到八十甚至冲到一百二 然后面呢才慢慢的回来到六十块钱 六十块钱这里这个双底的位置呢 当时也因为一些原因啊 没有能够买在最低的位置 比较可惜啊 后面也是后面后置后点才追上去 当然后面到了一百八十块两百块以上 基本上我就没有参与这波行情 因为我觉得估值已经是不太合理了啊 当然现在跌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估值非常的合理 六十块钱我就没毛利是吧 阿里巴巴这个位置买 不会吃亏 但你可能输在时间 价格上你可能不会输 但你可能会输在时间啊 那我觉得腾讯的话 可能会更有张力一点 我个人认为 因为腾讯他有更多的产业 他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 这种互联网 或者说什么微信游戏公司 支付公司了 他是有非常多产业 而且他涉足在国内 甚至国际众多领域 尤其是国际方面 游戏啊 还有国外的像新加坡啊 这个SE啊 腾讯也是大股东 30%的股份 好多公司啊 上市没上市的 其实腾讯都掺了一脚进去 都是一些中小型的公司 偏多啊 那他有大量的海外营收 我觉得这个是 腾讯可能比阿里巴巴 我觉得更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两个价格其实都跌到 一样的位置 甚至腾讯还穿了 这个19018年的低点啊 那腾讯要回到说 当时阿里巴巴 这个上市1615年的位置 可能还差一段距离 是吧 但我觉得这个平台 这个位置25块钱 20块钱已经很好 所以要买点长线的话 我还是建议腾讯 而且港股里面 其实我就只看腾讯 这支股啊 其他我都不看的啊 包括阿里巴巴 我觉得也可能 也不能算是强势的腾讯股 所以段永平 他也是不断在抄底腾讯吗 当然好像 30多块钱抄了之后 现在又到20多了 当然他可能一直在分批抄 是吧 最后可能成本会综合到很低的位置 然后一弹起来 他可能就赚钱了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 他这种方式吧 好那今天现在有那么多 那我们明天早上 我们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再来 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所以大家想找到点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 firstshare的客户专线 电子右键 以及关放微信服务号 firstshare 8085 服务关于30万 老闹庄 真正义的门就知道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然后nexam 吹吹 and stay profit 剩下大家有些问题的话 我们一会再来看 然后剩下时间 加本分序的功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